哦,阿萌,你腰上的那把剑是…… 醒来的时候这碍事东西就挂着了,就算丢得远远的,过一阵子又会出现在身上,真是麻烦。 谁要是喜欢,这把勇者之剑就送给他都信。 等等,你说这把剑叫什么? 哼,给勇者的勇者之剑挂到了最不该被挂到的人身上。 诶,原来你是这个世界的勇者! 一个傻气的名号而已,至于那么惊讶吗? 呃,只是,这一路过来,我还以为我们才是预言中的勇者。 呃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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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拜托你了。 尼璐小姐,你没事吧? 我没事,但…旅行者好像晕过去了。 还好,下落途中这位小哥接住了我们呢。 哼,美若不堪,才这点小场面就晕过去了? 也别这么说嘛,旅行者这两天可是很辛苦的,要不就让他这么睡一会儿。 喂?可是…他现在…我…我的腿…好痒。 阿茂你…你刚才怎么不把他放在旁边的草地上? 哈?既要我就莫名其妙掉下来的四个人,又要我顾及摆放伤员的位置。 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要求。 啊!他醒啦! 早上好啊,赖床鬼。你刚才一定做了个香甜的美梦吧。 哼…看你这么高兴,我也为你感到开心。 你们一群人突然就从瀑布上掉了下来,其中有一个还不争气地晕了过去。 我先提醒你,那种摔到地上就能去其他世界的桥段,只在到期某些可笑的清小说里管用。 走的时候就把那边的龙铃拿上,等下有用。 啊?哪有龙铃?你怎么知道的?有什么用呀? 如果真要我回答所有的问题,我们恐怕得准备在这里,参加下一次学院争霸赛了。 你……哎,气死我了。这么久没见,这家伙说话还是那么难听。 我们就用到维护美梦并来。